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人与人相处 没人会喜欢和情商低的人身交 有一句话说 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 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 包容 自信和格局 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 准确把握分寸的才叫能人 而情商越低的人 越喜欢与他人抬杠 用语言当作武器 总想用语言胜过他人 贬低他人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正在毁掉你孩子的 是低情商教育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前段时间 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 父母情商低会给后代带来多大的影响 网友邓林阳的回答实在是太扎心了 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你和父母说 最近挺累的 父母回答你 年纪轻轻身体就那么差 这怎么行 你和父母说 我在机场看到有人丢了贵重物品 哭得好伤心 好难过 我看的都挺难过的 父母回答你 你这孩子就是心肠太软 心肠太软不是好事 父母问你 你和以前的同学还联系不 你回答 有的联系有的不联系 父母就会问 为什么不联系 当你回答 生活工作没有交集 自然就不联系 父母就会说 你就是太内向 不喜欢和人接触 最后他说 我已经选择永久对父母 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 父母尽职尽责地 抚养了我们 但是他们日复一日 无意中的言语损耗 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内心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形空间 邓林洋的回答如此戳心 大抵触动了打压式教育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著名心理学家 丹尼尔·戈尔曼 在情商艺术中写道 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个学校 有高情商的父母 才会有高情商的孩子 父母情商低 则会对孩子的成长 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好好说话 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高情商的父母都是相似的 低情商的父母 却各有各的风格 明明是该鼓励孩子的时候 一张口全是否定和贬损 明明是关心孩子的时候 却先用责备的语言一通怒吼 明明可以平和讲述 却总是用反问句来回答问题 美国知名心理学家苏珊·弗沃德博士 在《中毒的父母》里写道 小孩是不会区分事实和笑话的 他们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于自己的话 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 这让我想起英国老牌心理疗愈毒物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里的蛤蟆先生 他平时爱笑爱闹 有一天突然抑郁了 在十次的心理咨询中 蛤蟆在咨询师苍鹿的带领下 终于找到了原因 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童年经历 他的心里还住着挑剔型父母 总是审判他 惩罚他 蛤蟆先生的童年很孤独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家人的认同 连拥抱都少得可怜 当咨询师苍鹿问他 你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蛤蟆毫不犹豫地回答 严厉而正直 他总是为这为那训斥我 他会用非常不满的眼神 看着我 并叫我的大名说 西奥菲勒斯 要我说多少遍 不准这么做 慢慢地 蛤蟆先生也会认为 父亲永远是对的 而自己永远是错的 似乎这样想 大人的训斥就变得合理 他逐渐养成了讨好型性格 但总觉得 自己没有达到父亲的高要求 而且永远也达不到 在家庭教育中 孩子的成长 需要的是正面管教 当我们动不动给孩子贴标签 大吼大叫 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当孩子真的遇到大麻烦 大委屈的时候 怎么可能第一时间 想到跟父母说呢 明明彼此之间有爱 偏偏就是要把对方推开 我相信这不是父母的初心 最好的养育 就是和孩子好好说话 那些在好好说话语境下长大的孩子 往往也会因为善于沟通 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社会心理学上 有一个概念叫南风效应 它来自于法国作家 拉风丹写的一则预言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 看谁能让路上的行人脱掉外套 北风认为 只要风力足够强劲 就能吹掉行人的外套 他越吹越猛 寒冷刺骨 结果 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 反而把外套裹得紧紧的 南风则徐徐吹动 对时风和日丽 行人觉得很暖和 便主动脱了外套 北风固然凶猛 但结果是与愿违 南风虽然徐徐 却往往事半功倍 南风之所以能赢 是因为他顺应了人的内在需求 使人的行为变为自觉 父母教育孩子同样如此 要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 用和善且坚定的方式 跟他们相处 才能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达到春风话雨的境界 管理情绪 是高情商父母的必修课 近年来 在家长圈非常流行一个词汇 孔腐症 如果好好说话 是父母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 那么情绪稳定的父母 则是孩子一生的福气 但现实情况是 很多父母面对生活与带娃的多重压力 情绪就像火山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喷涌而出 孩子拖延赖床时 你会不会暴跳如雷 孩子当面顶嘴时 你想不想直接上手 孩子不认真写作业时 你是不是血压飙升 不谈学习母子子孝 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最近上海就有一位家长 因孩子作业做得不理想 他气得锤墙 没想到把手掌锤骨折了 这种因舍不得打孩子 而自己发泄情绪的心酸经历 让很多家长深有功名 更有极端的父母 选择了最差的方法 恐吓是教育 之前有一则让人震惊的新闻 女儿不认真学习 被妈妈拖进大海 起因是 女儿上网课期间不听话 妈妈一时想不开 气势汹汹 拽着十岁女儿往海里走 决定吓唬吓唬孩子 当时海边的风浪很大 眼看着脚下的海水越来越深 女儿大声哭闹 并疯狂挣扎 可旁边被情绪控制的妈妈 丝毫不为所动 索性路人及时报警 民警及时赶到 才挽救了这场悲剧 很多网友表示 自己小时候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指责这位妈妈的行为 过于极端 我的第一反应是 心疼这个小女孩 孩子究竟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 以至于要在孩子心中 直下可能会伴随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这样过激的惩罚 不仅本末倒置 也违背了教育孩子的初衷 亲子心理师徐静英 在《高情商养育》这本书中指出 教育孩子 就是首先从提高父母的情商开始 控制自己的坏情绪 倾听和觉察孩子的情绪 将我们的爱表达成孩子可以理解的语言和行动 父母在孩子面前 情绪崩溃或道德绑架 以让孩子背负内疚感 这对孩子的精神伤害是巨大的 在父母的态度里 孩子无识自通地学会了情绪控制和管理能力 高情商的父母 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能疏导孩子的情绪 只有接纳他们的情绪 尊重他们的想法 照顾他们的需求 才会让孩子在治愈的发展中 让他情商也慢慢成长 你想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要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央视家庭教育纪录片镜子里面有一句话 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父母就是作画的人 白纸变成什么样 关键在父母 因此 你想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要首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多父母一有时间就躺着刷手机 却成天抱怨孩子不爱学习 没有别人家的小孩优秀 现实却是 想要有个别人家的孩子 你得先成为别人家的父母 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父母的以身作则 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宋爱玲 宋美玲 宋庆玲 是二十世纪 中国无法超越的宋十三姐妹 他们各自出类拔萃 和父母的言传身教 密不可分 父亲宋耀儒曾说 只要一百个孩子 有一个成为超人士的伟大人才 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 害怕不能得救 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 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 我要敢于为天下先 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她 不仅注重孩子的学习教育 还刻意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 宋耀儒在自己亲自设计的房屋后面 开辟了菜园 以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理 让他们过着田园木戈式的生活 她认为 尊重孩子的天性 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 疲惫不堪 宋耀儒一回到家 总是和孩子们大成一片 陪他们一起做游戏或讲故事 同时 她还固定在周末举办家庭晚会 由母亲负责弹奏钢琴 父亲则随着琴声隐行高歌 这些童年经历 既培养了他们的艺术才华 也让他们在公共场合 展现出言谈得体的真名媛风范 母亲倪贵贞 被称为民国最厉害的丈母娘 她崇尚平等与尊重 一生乐善好施 用自身行动告诉孩子 要用真诚和善意 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女儿们视母亲为榜样 当然也会像她一样 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作为女儿 她们曾仰望她 效仿她 终生敬爱她 而最终超越了她 真正好的家庭教育 最重要的从来不是物质的满足 而在于父母的一身作则 你好了 孩子才会好 你好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是一个育儿最好的时代 因为资讯获取便捷 学习方式多样 这也是一个育儿不那么好的时代 因为育儿焦虑被过度放大 如何不被时代抛弃 养出高情商的孩子 好好说话 用鼓励的语言 让孩子感受爱 管理情绪 用温柔的态度 教导孩子方法 一身作则 用坚定的执行力 督促孩子行动 我们无法选择 在一个完美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但是 我们可以给孩子 提供一个 良好的成长环境 愿每个孩子 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